大家好,我是未来之星 把尼泊尔媳妇这个带回国 能不容易呢? 咱们今天一起去看一下 我给里米娜首先办一个护照 因为带回国的话 你必须办这个护照 这是第一步 还有这个单身证明 里米娜银行卡里面需要存个 20万30万尼币 需要存三个月了 才能够办这个结婚证 还有各方面的这个手续 我们先看一下办护照的一个过程 好吧 我们大概等了这一个半个小时 这个车来了 现在我们这个找个位置 坐下来 预测的话 过去的话 一趟过去一趟 单程应该需要这个五个小时的一个时间 还是挺辛苦的 当然都是这个硬化的路 当然在尼泊尔很多路的话都没有硬化 现在车已经开了这个两个多小时了 在中途的话这个休息一下 在买点吃的已经到了这个中午的时间了 因为这个路程实在是过于这个太长了 其实直线距离它不长啊 就是这个盘山 不断的盘山 太这个远了感觉 呃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山的话 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大啊 大家没有来过这个尼泊尔的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个山什么叫做真正的大山啊 去云贵的话 大家觉得那个山的话和这里相比的话 真的是小屋见大屋啊 这才是真正的这个山是太大了 现在下车中午时间我和里面来的话 去这个看看这个商店里有什么这个好吃的 买点吃的这个做这个公做这个汽车 上山下山的这个虽然是有硬化的道路 但是这个弯转太直了 感觉非常的这个累啊 里面来的话比较喜欢吃这一个这个零食啊 那么就买点零食吃一下吧 还等会买点这个吃一下真正的这个午餐吧 不然的话太累 我感觉在国内坐车的话没有这么累啊 国内坐车的话都比较这个直的这个公路 而速度也比较快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弯啊 也没有太大的坡 其实这个路的话太陡了 太这个转弯太急了 实在是做的有点有点很累啊 今天到注定会非常的这个累的一个情况 好的我们买了这个零食啊 买了这个吃的 等下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他们也不像我们这个国内有这个住宿餐啊 他们的这个住宿餐的话 有点草粉 等我们去看一下啊 看一下真正的这个住宿餐的一个情况 这个尼泊尔就是这个休息车站吧 他们有哪些这个吃的 咱们一起去看一下 我们把镜头拿到这边来啊 咱们看一下 有些这个豆子啊 一些豆子啊 这是这个豆子 还有马铃薯 还有一些这个米粉 还有这个炒饭什么的 其他的就没有了 稍微比较简单啊 我们吃点就这个上路吧 好的 现在我们坐车五六个小时已经到了这一个搬护照的地方啊 准确的来说的话 今天我们是来这个取护照 在两到三个月前的话 雷米拉已经这个申请了这个护照啊 但是呢 等了两到三个月 所以大家要把尼泊尔媳妇带回家的 那你至少提前好几个月啊 这个护照就先办起来了 这个还有其他的这个单身证明啊 还有这个女孩子的银行卡里面先存上个这个 大概是20万尼币吧 你要这个存上三个月 所以你想要把一位尼泊尔女孩 把尼泊尔这个妻子带回国的话 是结婚很简单啊 但是你办手续的话非常的这个麻烦啊 所以你真的要会真的要花这个九牛二虎之力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排队的一个情况 这个队伍的话不等个两到三个小时的话 根本就一两个小时根本排不下来啊 所以今天的话肯定会非常 好的 现在我和雷米拉的话 已经这个回到家了 回到家的时间是这个晚上八九点啊 我们是早上八九点出发的 到晚上八九点才回来的 整整是十多个小时把这个护照给拿回家 我们是提前两到三个月这个申请的 这一个现在才拿到这个护照 今天搞了一天的一个时间 真的感觉挺累的 对不是尼泊尔的话山特别的这个多 我们在路上的话 车子开的比较急啊 这个弯的话转的比较急 所以感觉真的是挺累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文件了 我们都需要这个办理 总共办下来的话 我觉得这个至少要这个 最快也要三四个月的一个时间 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也是找了尼泊尔这个妻子的 大家可以这个提前把这个文件给就给办起来了 不然你要临时要用的话 要急回国的话 那你就很麻烦了 很麻烦了 当然也有这个以前就办过护照 很多东西都办好了的 大概可能速度可能快一点 但如果很多文件你都没有办的话 那你可能临时去办的话 那你可能时间要很比较长 比较长 因为因为这些办文件确实需要一些一定的一个时间 这是我今天给大家的一个分享 办文件的话确实要提前 不是不是一个很快就能办好的一个事情 好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此要这个结束了 希望大家点赞和这个评论转发我的这个小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